80年代老任一家独大 FC红白机几乎霸占了整个游戏主机市场 那些早期的挑战者都被老任轻描淡写的打趴下了 直到有一天,世家的MD横空出世 MD又被称为世家五代 因为是世家推出的第五代游戏主机 它同时也是一台16位主机 采用摩托罗拉生产的高性能CPU 画面和音乐远远超过红白机 同频出现多个敌人 也不会像红白机那样花瓶和闪烁 中后期的一些作品 像《怒之铁拳3》 《超级忍2》 各方面的表现已经无限接近同时期的接机游戏 当年红白机是8位 世家为了让顾客更直观地感受到主机性能的强势 用硕大的字体 把16bit直接印在正面最显眼的位置上 至于这样做会不会影响美观 那都顾不上了 世家本事的游戏制作实力相当强劲 有那么一段时间 只要看到标题画面上写着SEGA几个大字 我就会开始兴奋 因为接下来必定是一段精彩分成的体验 硬件的强势加上游戏支持也不错 MD最终在全球销售了超过3000万台 虽然远远比不上任天堂的FC 但也绝对能算是一台大成功的主机了 意气分发的世家可能没有想到 MD的成功竟然已经是巅峰 之后便开始了悲催的滑坡之旅 94年的时候 世家又一次走在时代前沿 推出了SS 也就是土星 它是一台32位主机 能够处理3D多边形图像 性能比起MD又要强上一个档次 同时还能使用光碟作为载体 容量的提升 使得大段大段的过场演出 以及高品质的背景音乐都成为可能 可惜这一次 它遇到一个比老任更加可怕的对手 索尼 就在同一年 索尼推出了自家的第一台游戏主机PS 普遍认为它的3D性能要优于土星 2D性能则要略微弱于土星 作为一个玩了许多年土星 以及玩了许多年PS的人 两台主机带给我的感受 其实是差不多的 画面并非PS取胜的关键因素 索尼是超级跨国企业 财力和能力都不是世家可以比拟的 在不懈的努力下 PS赢得了大量第三方厂商的支持 世家则越来越鼓掌难民 97年 史克威尔在PS上 开发了轰动全球的FF7 极短的时间内就狂销700多万套 让PS主机的销量也随之突飞猛进 这也是激滑土星的最后一击重拳 在FF7上市后 世家终于彻底心灰意冷 于1998年7月宣布土星退出市场 这台主机在上市初期 曾经被许多人看好 销量也曾一度领先于PS 结果却高开低走 短短4年便迎来终结 全球销量800多万台 还不到PS的零头 结局的惨淡 估计是世家根本没有料到的 不过失败只是暂时的 90年代的科技急速发展 94年上市的土星和PS 还只能显示满屏的马赛克图像 到了98年 各种高性能土星卡纷纷出现 CPU的能量也翻了好多倍 这种情况下 世家决定推出一台 性能更加强大的新主机 我最早在杂志上看到 关于他的新闻 说新主机可能会命名为 梦工厂或者妖刀 实际真正上市化 名字叫Dreamcast 新的这个标志 在国内还有个狠接地气的外号 叫文香 DC被射内视为背水一战 不成功则成人 因为世家已经输不起了 这一台主机如果再输 那就意味着彻底崩溃 吸取了土星失败的教训 世家开始寻找那些 可能左右主机命运的超级大作 FF系列和DQ系列 是不可能拉得过来的了 但除了这两大日本国民RPG之外 还有些其他的游戏 也能影响到主机的销量 比如卡普空的生化危机 生化危机算是PS主机上 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每一座的销量都超过百万套 并且能够持续热销 但它并非独占作品 初代曾经是有移植到土星上的 这颗移植版让我玩到天昏地暗 如今看上去有点可笑的马赛克丧尸 在当年可是把我吓得浑身发抖 手脚冰冷 打一周末的时候 必须拉着我爸坐在后面看 才能玩得下去 生化危机这个系列的热度和影响力 都是毋庸置疑的 但此时的卡表正值急速上升时期 亡的不可开交 于是世家提出了一个建议 由卡普空出版权 世家出人力负责开发 制作一款DC上独占的生化危机游戏 嘿嘿 您老不用出力 只需要在一旁看着 做完画 好处自然有您一份 对于这样的提议 卡表没有拒绝 于是生化危机史上的经典之作 代号维洛尼卡诞生了 它是由世家在横滨的工作室负责开发的 卡普空只是负责监督 其实监督啥的也就做做样子了 对于新主机DC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 在世家看来 它可能会成为左右DC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然不敢怠慢 使出浑身解数 力求把游戏做到最好 这也是为什么维洛尼卡口碑如此之高 至今仍被许多人认为 它才是生化危机正统续作的原因 八九十年代的游戏主机 几乎都是在刚一上市就立刻被破解 但DC不一样 它使用一种叫GDROAM的特殊光碟作为载体 容量为1.2GB 大于CDROAM 小于DVDROAM 光碟的特殊 也有一定的反破解措施 让这台机器在上市出现 并未能被攻破 那个年代 在国内买一套主机上的正版游戏 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 看我还是咬咬牙 以500元的价格 买了一套维洛尼卡回来 作为生化危机的老粉丝 对于这样的大作 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 虽然是外包作品 维洛尼卡的故事却没有脱离主线 女主克莱尔在生化危机2里边 曾经去幻熊市警局找哥哥 结果遭遇丧失病毒的爆发 好不容易逃出生天后 再次寻找蛛丝马迹 来到散公司的巴黎总部 在这里 他遭到散公司武装人员的追捕 克莱尔在二代的设定里 只是个普通的女大学生 从哥哥那里学会了一点设计技巧 但经历了之前的冒险 到了这一座里头 他已经变得很强 后面跟着追兵 旁边还有战斗机对着大楼扫射 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不死 在陷入包围圈 几乎只能缴械投降的时候 更是扮演了一回超人 这一夸张程度 史太龙直呼内行 可惜最终他还是寡不敌众 被抓了起来 随后送往散公司 在太平洋上的秘密基地 洛克福德岛关押 也不知道被关押了多久 某一天 看守所的负责人 把他放了出来 原来小岛遭到不明势力的攻击 看守人受了很严重的伤 他叫克莱尔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再不逃就完了 出去后 还没有走几步路 就看到熟悉又感动的场面 一排排的丧尸 从墓地里面爬了出来 他们用极其缓慢的行动和反应 欢迎克莱尔的到来 维罗尼卡第一眼看上去 跟之前PS上的生化危机123 几乎没什么差别 正是开始游戏后才发现 他的全部场景和人物都是3D的 把DC远超上一代主机的实力 展现得淋漓尽致 克莱尔身体的多边形数量 达到惊人的2500个以上 不妨对比一下 PS前几座里面的人物 就知道这种进步有多夸张了 丧尸也不再是简单的马赛克堆积 他们的下巴会动 看起来一个个都很有精神 就算被打倒了 也会不停地抽搐 游戏里的水相当惊艳 当年我在这个池子里 转悠了好一阵 就为了看看水的效果 全3D的场景也制作得相当细腻 完全不逊色于前几座当中的CG背景 还能实现镜头追踪 不用再频繁地切换场景 这些都是老生化危机做不到的事情 画面的进步加上出色的剧情 以及超长的流程 让它成为了自生化危机诞生以来 最让我身心愉悦的一部作品 洛克福特岛不算大 但监狱、墓地、军营、地下隧道 这些生化系列当中常见的场景 一个不少 当中居然还要利用潜水艇作为交通工具 才能顺畅往来与岛上的两个不同区域 由于病毒泄露 整座岛屿上绝大部分的人都变成了丧尸 根据穿着打扮的不同 还是能够看出 他们有的原本是看守人员 有的原本是犯人 还有医生和病人 此刻都变成了无差别的生物 在旅途当中 克莱尔遇到一个金发少年史蒂夫 他也是因为某些原因 被散公司抓到这座岛上 秘密关押的犯人 此刻趁着混乱逃了出来 两个人成为临时队友 共同应对可能的危险 这座小岛目前的岛主 是一个叫阿什福德的家族 他们的来头可不小 第一任岛主 便是散公司的三大创始人之一 爱德华阿什福德 随后一代又一代的统治着小岛 也一代又一代的为散公司效力 到如今已经是第七代岛主了 这是一对人造双胞胎兄妹 原来上一代岛主 觉得自己的基因不够优秀 于是提取了第一代岛主的基因 力图创造出完美的下一代出来 这个逻辑我也是没能理解 凭什么认为第一代岛主的基因 就要优于你自己的 认为你们家族的智商一态不如一代呢 不过事实好像还真是跟他想的一样 这对人造兄妹 都拥有高于常人的智力水平 特别是妹妹阿雷西亚 堪称是个天才 年仅十岁的时候 就研究出了一种新型病毒 起名T.维罗尼卡 按照设想 这种病毒能够使宿主的体能 力量等数值都得到大幅增强 成为完美的生物兵器 但是在实验的过程中 病毒却始终无法和宿主融合到一起 被注射病毒的实验体 会变成一个基本没有智商的纯怪物 不过阿雷西亚最后还是想到了解决办法 就是通过长期的低温环境 可以逐渐减弱宿主和病毒的排斥 能够在融合病毒的同时 还把智商保留下来 于是这个狠人 向自己注射了一记T.维罗尼卡病毒 然后进入低温培育室 开始了漫长的休眠融合过程 因此岛上目前的岛主 实际上只有哥哥阿尔弗雷德一人 他的智商虽然高于常人 但是远远低于妹妹 被父亲认为是失败的作品 长期得不到认可 加上对妹妹的依赖 让他的心理产生了很严重的扭曲 在妹妹进入低温培育室后 他的人格发生了分裂 一会儿是自己 一会儿又是妹妹 关键是打扮成妹妹模样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另一重人格 以为自己就是妹妹 真的是病得不轻啊 阿尔弗雷德还是一位盲人狙击手 数次用狙击步枪瞄准克莱尔的头 可是一枪也打不中 反应持蹲堂上 我以为他也是某种丧尸 就像这一幕当中 换动是我的话 在红点瞄准到克莱尔头上的瞬间 估计就毫不犹豫地送他去西天了 当然话说回来 主角军团这边也都是些盲人枪手 史蒂夫数次在近距离 用冲锋枪牵连扫射 也没能干掉阿尔弗雷德 双方半斤八两 齐逢对手 在纠缠中 阿尔弗雷德启动了小岛上的自爆装置 这也是伞公司的惯例 任何一个基地内都有自爆装置 并且由于男女主的到来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最后都会启动自爆 还好岛上有架雪上飞机 更巧的是 史蒂夫会开飞机 让两人得以在爆炸前逃离了小岛 但没想到的是 这架飞机可以远程操控 在阿尔弗雷德的遥控下 飞机不受控制 开始朝着南极方向飞去 那里有伞公司的另一个秘密基地 阿尔弗雷德本人 也驾驶着钥匙战斗机 在爆炸前升空 同样朝着南极秘密基地的方向飞过去 两帮人一前一后来到南极 克莱尔和史蒂夫乘坐的飞机 一头扎进研究所基地的墙壁当中 这个研究所看起来已经荒废了很久 早就没有活人 只有随处可见的丧尸 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变异体 经历了几番生死后 史蒂夫对克莱尔产生了情愫 在不知道怎样回家 也不知道怎样生存下去的时候 两人还有心情演一些感情戏 观念是身处于平均气温 低于零下25度的南极 他们居然穿着短袖和陆席装到处晃游 这身体素质真的是让我为之汗颜啊 换作是我 动也给动成僵尸了 随后阿尔弗雷德开着战斗机 也来到南极 他和史蒂夫之间 再次展开了帅系的贴脸射击 这一季是狙击枪和双持冲锋枪的对决 也是两位盲僧之间的对决 最终结果依然是谁也没能干掉谁 不过阿尔弗雷德掉进了万丈深渊 看起来肯定是活不了了 但实际上他还是没死 从万丈深渊爬出来后 跑进了一间秘密实验室 原来他的妹妹阿雷西亚 就是在这里接受低温休眠 尝试进行病毒融合 阿尔弗雷德用最后一口气激活了冷冻舱 放出了妹妹 他经过15年的冷冻 已经成功把病毒和自己的虚体融合到了一起 并且智力水平还基本保持了冬眠前的状态 看到远处准备利用雪地车逃跑的两人 伸出一根触手 很轻易的就把车子掀翻 把人给绑了 还好克莱尔之前在小岛上的时候 利用电脑给外界发送了一条信息 把小岛的位置告诉了好友李昂 李昂又把这条信息告诉了克莱尔的哥哥克里斯 于是克里斯又开着战斗机来南极找妹妹了 兄妹俩就这样 你找我 我找你 你方唱吧 我登场 此时的克莱尔和史蒂夫都已经被女boss抓住 他们俩遭到不同的待遇 克莱尔被绑在一堆像蜘蛛网一样的东西里边 在克里斯救下来的时候 还是完好无损的状态 史蒂夫就惨了 他被注射了T病毒 再次见面已经是变异体了 变成了个几乎没有智商的巨型怪物 抓起克莱尔 准备一斧子劈了他 正在此时 史蒂夫最后的那点神智 夺回了身体的主导权 把斧子转向自己的处须砍了下去 被砍断的处须 又给了史蒂夫致命一击 自己跟自己战斗 最后自己把自己打死了 临死前的史蒂夫恢复了人形 也终于向克莱尔表白 说我爱你 可是没办法 熟悉双华维基系列的都知道克莱尔克夫 史蒂夫最大的错就是不应该爱上他 最终BOSS是双胞胎兄妹花当中的妹妹阿雷西亚 她已经彻底进化 变成了个丑陋不堪的剧情昆虫 结局嘛当然不用说 再强大的怪物都敌不过火力全开的主角军团 这些剧情单独拿出来讲 可能会觉得很扯 但当年史蒂夫的死 以及克莱尔和克里斯兄妹相见 都让我很感动 毕竟玩游戏和看电影是不一样的 就像后来《生化危机4》的剧情 单独拿出来演绎的话 可能还比不上好莱坞最别角的三流电影 但是用自己操纵的人物去演绎啊 感觉就立刻不同了 维隆尼卡的整体表现极其出色 流程也足够长 剧情还和PS版《生化危机2》的结尾相呼应 世家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 只求把游戏做到极致 因此推出后被不少人认为 这才是《生化危机》系列的正统续作 而不应该仅仅是个外传 游戏在DC上的最终销量为114万套 跟PS版的前几作比起来 还是显得寒酸了点 毕竟DC本身就只有几百万台的销量 上线摆在那里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维隆尼卡并不是世家 对DC这台主机做出的唯一努力 那段时间相继推出了《樱花大战3》 格兰蒂亚2 以及《沙目1》 《沙目2》 他们就跟曾经土星上的那些名作一样 口碑满堂彩 销量嘛 说低也不低 可是就是无法出现像FF7那样的大爆款 无法对主机的成败产生决定性作用 2000年的时候 PS的后续机种PS2也上市了 虽然首发游戏谈不上华丽 但其销售的火爆程度 让所有的竞争对手汗颜 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截至2004年7月 全球出货量已经突破1亿台 看到对手销售态势的夸张 世家彻底新婚意冷 于2001年宣布DC停产 并且彻底退出硬件市场 从98年上市到停产为止 DC的生存周期是2年0124天 总共卖出了不到1000万台 并且跟他的前辈土星一样 高开低走 后期销量惨不忍睹 完全被对手碾压 放弃制造硬件后的世家 曾经豪言壮语 要做全球最好的第三方厂商 缠而转型之路谈何容易 当年为了促进土星和DC的销量 这两台主机都是亏本销售的 卖一台亏一台 多年的斗争已经让其元气大伤 债台高筑 曾经那个活力四射 创意无限 每年都能带来数款好游戏的公司 在没了硬件后 一并衰落的还有精气神和创造力 如今再提到SEGA四个大字 除了那位像龙一样的男人之外 我是真的想不到 还有什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东西了 DC停产后 网上一堆分析世家当年 在战略上如何失败 研发方向上如何错误 等等的事后诸葛亮文章 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看到的是一台性能出色的主机 一堆制作精良的游戏 一个拼尽全力的世家 以及面对索尼这样可怕的对手 明知不敌 也要悍然八道的热血回忆 再次感谢世家 感谢陪伴我整个青少年时期的 MD、SS以及DC 顺便说一句 在DC宣布退出历史舞台后 原本DC独占的维罗尼卡 顺理成章的移植到PS2上 并且你懂的 在此后的许多年当中 大凡有可能卖得动的平台 卡表都会把维罗尼卡移植上去 炒一波冷饭 包括PS3 Xbox 360 NGC 以及PS4上都可以玩到 不过如果你没有玩过它 那么我并不建议你去玩 旧生化危机的那种坦克式的操作 放到如今看的话 真的有点落后于时代了 只能希望卡普空早日搞定版权 用最新的技术 把它也给重置了吧 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 另外老孙的频道空间里面 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啊